在央视春晚播出之后,不仅各类节目引发热议,就连晚会上的明星穿搭也受到热捧,其中既有高手外套,也有轻心内搭,就连男性的鞋跟也受到关注。 女星杨子可谓是春晚上的大萌人,开场歌舞表演加上小品表演为了这两个节目。 女星杨子在造型上也是颇费心思,不仅有大开礼服,还有日常套装,特别是她在小品中的一套穿搭,从外套到内搭疯狂中草一众网友,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 这款价格将近两万大衣色调艳丽,喜庆,上升之后既贴合节日气氛,还很提升气质。 正是这款大衣款式强点,自小品播出之后,立刻成为大众真相搜索的同款传搭。 据相关平台显示,不知同款大衣已经断货,就连相思款以及内搭都已被卖断。 一些网友甚至感慨,尚未反应过来已经无法购买了。 再看看另一位春晚大货女王秦兰,先是因为嗓子问题登陆热搜,随后本人还在社交平台回应此事。 虽然女神在节目中的状态引来热议,但她在节目中的穿搭却吸引一众网友狂搜同款。 青蓝穿的这款草绿色针织衫,款式天生,又横线时尚感,灵孔设计同样简洁大气。 尤其是色调非常显白,提升女性的柔美气质。 再加上青蓝的满分颜值,轻松成为全场焦点。 尽管青蓝的嗓音有些霞村,但丝毫不影响她的女神氛围。 从价位来看,这款毛衫价位超过1000,但并不影响广大网友的购买欲望。 据悉,青蓝的这款绿色毛衣只用了12分钟就宣告受庆,这个种草速度足以证明青蓝的带货能力。 由此看出,明星带货成功的秘密在于人美行政。 在青蓝参演的这个小品中,另一位女演员的穿搭已引发讨论。 从坏形和图文来看,这位女演员的条文山貌似撞山某位动漫人物,虽不是一模一样,却是静得精髓。 这件春晚同款估计会得到很多动漫迷的喜爱。 对此评论区也是爆笑声一片。 女性静静在小品中所穿的这一套服装同样吸睛。 上衣是一件粉色大V的毛衫,色调名利,样式可爱。 整体充满少女感增价约为859元。 下巴的白色喇叭裤修身显瘦,因为高腰设计的缘故,也让这条裤子凸显出长腿的氛围。 最重要的是,精进减肥成功之后,更能展现这套穿搭的优势。 所以才会吸引一波网友前来为观。 此外,更有男明星因为鞋跟问题成为大家热意焦点,比如萨贝宁、苏友盆。 可能是为了舞台效果考虑,两人都创了高跟皮鞋,还因此遭遇前往调侃。 当早被明的单人截图被放大之后,就能看到他的这双高跟皮鞋。 十分抢劲,这样也能让几位主持人单身高保持平衡。 苏友盆的这双高跟皮鞋更是厚重感十足。 从造型来看,这双皮鞋属于内尊高系列,高的比较内脸。 但仍然挡不住火眼睛睛的网友们,立刻发现苏友盆增高的秘密。 一些网友开始努力扒出同款,甚至想要推荐给身边同类型的友人。 不得不说,苏友盆和萨贝宁可能公开了一些人不能说的秘密。 当然了,春晚同款的一夜走红,反映出大家对于春晚的关注。 也能看出明星文的带货能力。 不论大白还是评价,只要撇合自身风格,才能成为晚会中的带货高手。